好確實來看到是我們從這個防疫的聲量來看 明年台北市長可能的前哨哨 因為這三個人都是目前北市長的熱門人選 而這當中國民黨的新戰神就是議員羅志強 他大罵蔡政府是疫苗乞丐 相關的PO文引發很多的討論 創下的高聲量最高是有來到1.3萬筆 而另外看到的是藍營的新聲代的明星就是蔣萬安 他是比較乖乖排比較穩扎穩打的 他有提到是說這個採購國際疫苗 跟扶植國產疫苗的國家隊並不衝突 希望不要政治操弄 但是他的聲量卻是只有兩千一百五十五筆 這相差甚遠 那我們再看到是現在的北市副市長黃山山 他之前自報是說他拒接了陳時中電話 而這聲量卻是只有一千多筆更少 那我們來看到是其實聲量也不見得多就是好 好像是羅志強他的聲量是最高的 但是他的負面聲量也是最高的是多達 是超過四成的負面聲量 而且正面也最低正面的是只有4.24% 這是蠻大的差距的 那反觀是蔣萬安這邊 雖然說聲量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的正面聲量是最高的有來到13.71% 而負面是只有26.13% 但是也看得出來 似乎他的站立是明顯不足 那麼再看到這一位是黃山山 他儘管說曝光度很高 但是看得出來他的聲量是最低的 似乎是缺乏這個同溫層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等你喔